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主持人Cady 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報162.4點 按週跌0.21% 連跌三週 回到今年2月的水平 今天除了繼續有私生 我們亦很高興邀請到中原刷樑私行 執行董事張敬達先生和我們一起談 兩位你們好 大家好 早前作為港人首置上車盤項目的 全灣油金頭地皮就流標了 為何各大發展商對於這幅地皮的反應這麼冷淡 如果政府肯減價 對發展商來說會否吸引力會大一點 本身這幅地流標也不是這麼意外 因為本身先天有點不足 雖然景觀好像挺開揚 但其實它在油金頭的生意 本身如果你要接駁的話 可能要小巴上去 其實交通不算太方便 如果日後將來有居民在那裡住 你要做配套的話 其實也不算太方便 再加上現在的環境 成本高了 利息支出入多了 發展商其實未必會刻意要鏡頭的福地 再加上青山公路原市一帶也有新盤 所以其實有這樣的結果也不是這麼意外 因為這塊地是給港人首置 實際上它是類似以前的甲薪居屋 因為它的日式上限是定得要求延過普通居屋 它是怕人們不符 居屋的支架又買不起私人樓 然後給你一個八折 但是現在樓價跌了十幾百分 升得來 都分分鐘跌了不止八折的價錢 變成它的社會功能已經沒有那麼大 我自己一路覺得政府的街梯 不用整這麼多層 整這麼多層 變成這些最高的一級 市政府使得好 價格高的時候又需要 市道不好的時候 這批人可能在私人市場買到樓 所以他在私人市場買到 他又不想受這些資助樓宇有很多制約 而且現時有一個情況 香港的樓價開始下滑 開始下滑之後 到他建出來賣不知多少 到時已經跌了樓價再打八折 還有沒有錢賺呢 因為發展商去投也要看利潤 現在機制令他將來能否賺錢有疑問 現在發展商沒有那麼積極去投資的情況下 他就不玩這些相對有風險的土地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幅地 今年已經有四幅地皮樓標 是否反映樓市的前景 其實未來幾年都不太樂觀 發展商投地在將來 如果他積極投地看好後市 他投地成績不好就對前景比較淡 現在可以解讀他不積極入市 他對將來的前景當然會有一個隱憂 這個不奇怪 始終現在的政治環境地緣政治很多都不清楚 雖然有時見頂有時可能會回落 究竟何時才會見頂呢 因為這個始終對他的利息支出是很直接的關係 所以在現在這一刻 說真的發展商自己本身都還有很多貨尾 他不急於一時說要投地 所以當然他抱著一個比較審慎的態度是不奇怪的 賣地收益其實都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樂園之一 但是這個財政年度 我們看到其實暫時只賣了一幅的住宅地 對於庫房的收益其實那個影響有多大呢 我其實以前讀書的時候老師已經說了 香港為何可以有一個低稅率的環境 因為很多時候靠賣地或者和地產相關的稅收補貼 如果現在賣地的成績差的話 當然一定對整體的收益有影響 當然你可以看以前政府試過停賣地 都可以頂住一段時間 所以是靠自己之前存下來的資本 這個環境會維持多久呢 我自己就比較看得可能會悲觀一點 因為始終現在和以前有少許不同 以前你說環境多不好也好 你有國內可能的支持 但現在受著地緣政治很多時候影響 國內本身都有自己的問題 香港什麼時候才會反彈呢 樓市或者地價會反彈呢 如果短期內都做不到的話 一定是對長遠對整體的收入會有一定的影響 我對政府接下來的財政狀況都比較擔憂 疫情期間我們都已經花了不少錢 又撐企義保就義又派了一筆 消費券又派了一筆 到今年其實疫情過去都還在派 所以庫房的儲備已經萎縮了 現在賣地又賣得不好 賣地賣得不好 除了對庫房的收入少了之外 地賣少了 未來的建設都會少一些 建造業或關聯的生意都會受影響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令到政府在其他方面的稅收費用收入 都會減少 所以香港人要有些心理準備 要過苦一點的日子 這一點我絕對認同施生 要不可能環境轉變 令到賣地可以補貼 要不可能在其他稅收加上去 要不然長遠 說得不好聽一點 其實現在可能是在吃老本的 但本錢其實不太多 所以有機會可能要一段苦日子要來 也不一定 剛剛施生你也提到建造業的東西 其實我們有個大型基建明日大嶼 其實那個耗資其實都是很龐大的 要靠賣地去填藤 會不會有存在一個比較更大的隱憂 流標的隱憂 原先政府的想法就是填了海之後 希望將來賣地的收益可以彌補 現在花了的成本 將來的事大家不知道 因為明日大嶼先都很長遠的事 到時環境不同了 可能賣地可以補得回 但你現在要給的就是一筆工程的費用 正如剛才所說 你本身的收入已經開始少了 但你將來預見到有一筆龐大的支出要推出來 那究竟在庫房在哪裡找這筆 現在即時要找這筆支出呢 我想是挺花特區政府去想 但會不會影響賣地呢 我始終相信就是 政府地政署的同行 他們定的底價是多少 他們始終看市況 一般的數據去計算 我就不相信為了刻意 可能要填回庫房收益 就將地價刻意去壓低 我始終覺得這個可能性不高 現在看來 因為經濟沒有那麼好 對土地需求的迫切性 就沒有之前那麼緊張 北部大禮提出的初期 其實新界北的新發展 北部都會區 其實是未曾拍板的 如果有了 北部都會區 所以明日大禮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縮小規模 先做一部分 當然政府的說法 這些是長遠規劃 不能夠因為一時的經濟波動 影響整個土地的長遠規劃 但是現在看到的情況已經相對明朗 就是 接下來經濟放緩的機會比較大 那個進度其實是 可以調校一下 我覺得 我想部份可以放慢 因為北部都會區 承認了之後 再看看究竟明日大禮的進展 如何都未遲 我想可以慢慢放慢腳步 一來對庫房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二來對整體整個供應 衝擊也小一點 剛剛我們也提到外界普遍都認為 樓市的前景不是很樂觀 但最近有新盤都以一個震撼價推售 先生你覺得對於樓市來說 這件是一個好事還是壞事 新盤低開會不會成為未來樓市的新趨勢 我覺得發展商面對現實 當然是好事 因為如果看之前 其實 很多新盤推出 賣了一部份之後就停了 新盤的銷售速度 落後於他的建設速度 在這樣的情況下 貨美越來越多 庫存越來越多 對發展商來說 他就會出現電金煤籠的問題 內地的發展商違約 一個主要原因是 賣的出道慢了收 賣的價錢低了 香港都是面對這些壓力 香港雖然 發展商借貸的 比率沒有內地那麼高 但現在利息那麼高 債券慢一點 成本也會高一點 所以發展商開盤的時候 不能只是主觀願望 賺多少希望拿回合理利潤 當市場不好的時候 你都要開一個 市場可以接受的價錢 其實之前那些不應該說什麼 震恨價 只不過 形勢變了 以前你開新盤 每個新盤都有一個日價 比二手市場的樓要貴一點 甚至比未來的通脹還要高一點 希望賺多一點 現在這些想法不像實際 所以他就要照市場價去開 照市場價開 多些人可以買到樓日住 蓋出來的樓 可以有功用 好過在發展商手裡的樓 所以我贊成他們要便宜點去賣 如果你相信自由經濟這件事的話 其實現在發展商定價都是從自由經濟局來看 就是供求的問題 事實上供應現在給過往充足 但需求沒有以前那麼多 很明顯你一定要降價去求售 你不降價的話 你一不就把貨囤積在這裏 如果不是的話 但你囤積貨的話 正如剛才施生說 你面對很多利息的壓力 和資金的回籠壞了 發展商一定要考慮這方面的自己的因素 不是每個發展商都可能資金很充裕 或者可以手上很多現金 變成某個情況來說 他都變成一定要接受 面對現實 可能要跟市場價去推售 今天很感謝兩位的分享 你下次樓市事件再見 我們下次見